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听说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背上有三个刀疤 你见过吗 我说小兄弟小妹妹 谁没事老光着膀子 让我瞧呀 好了 你们赶紧去别处问问吧 谢谢啊 谢了 爹 前天住在咱们家的伯伯 背上就有疤 闭嘴 小孩子不要说谎 父子 父子 对不起 父子 我又来迟了 又尿被窝了吧 好了 好了 肃进 你先坐吧 小夫子 谢谢 父子 今天夫子要教各位小朋友如何研磨 然后像我这样 往这个右面转五圈 记住 力道要均匀 然后往左面再来五圈 对 子龙 那你们自己练习一下 子龙 我跟秦儿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 阎城 查到背后有疤的人 很可能就是师叔 他也应该知道我们在找他 可他为何避而不见了 董卓的爪牙 很可能到达了长山郡 师叔再不出现的话 情况会越发危机 大家都听好了 别面怪杀了我们虎牙山三寨主 我们要抓住他 将他碎尸万段 知情的快快通报消息 不知情的出钱消灾 你怎么能碰我呢 你完了 打他 走 走 走 算了 算了 不要追了 你看他们那么穷 你看 这小子是不是划事的人呢 是吧 是吧 是 赶紧追 就在前面了 我看一下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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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畜生 敢打我 你要不拦着我 我就把他们给打残了 记住 小不忍 则乱大美 走 小姐没点什么呀 不吧 慢走啊 哎 爹 爹 我还没玩够呢 我再玩一会儿 哎 我在这儿守了一个时辰 豆腐方老板发现我在盯他 就拉着他儿子进屋 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不好 不好 走 掌柜的 掌柜的 人呢 你不是在屋里吗 我 这里有个后果 他一定是 一定是从后门跑的 都是我不好 连个人都看不好 此事 也并非一无所获 起码印证了两切重要的事 其一 豆腐方掌柜肯定跟师叔交情匪浅 知道他的下落 他也许怀疑咱们是董卓手下的密探 所以不愿告诉我们师叔在哪里 宁可抛下家业出走 第二 师叔前两天肯定来过这儿 目前应该还在长山郡 老板 还有豆腐吗 房地有人 走 怎么回事 刚才房梁上有人盯着你们 好 好 青钢剑披周南 铁面霞为名 传遍现成了 青钢剑现世 一定会给子龙带来诸多麻烦 不过年轻人嘛 总需要历练历练 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 我发现赵子龙确实是一个正义有违的青年 只不过他做事方面还有一些多麻烦 嘉义时一定可以为以重任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急 找个合适的时机 我自然会跟他相认的 诶 诶 洛阳方面有什么动静吗 王允跟曹操 袁绍暗中联络 正在救济诸侯 准备讨伐动作 调查 柔力 西施 义父 就让女儿为你做些事情吧 外侯 去探访 他们今晚可能在这里传递消息 他们都会去做点事 在那里传递的时间里 这是男人的方法 但是不可能在这里传递 无论 自己是否知 我们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传递 你们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传递 他们会去做些事情 他们并非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传递 你们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传递 这段时间里传递 你们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传递 你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传递 我们就有一些人 几次当人的客战 是这个琴和歌声吧 是 应该是 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好 放河灯 问好 只有放河灯的 很少有取河灯的 这个住房有问题 让其他人继续搜索 你带人过去看看 诺 闪开 你 你是谁 你干嘛 小月 不得无力 大哥 咱们精进的人被发现了 咱们要设法掩护他们 别动 别动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跑 小月 快过去帮忙 快走 快过去帮忙 快快过去帮忙 我无欲取他们性命 为什么他们个个都要寻思 来者可是温侯 你 小姐怎么会认得我 马中赤兔 人中吕布 温侯威名远远 在闺中也听闻过 姑娘聪慧 在下吕布 贸然打扰 万万小几恕罪 能见到温侯 妾身也万般荣幸 这是冒陪了 小姐不打扰你了 这就告诉我 温侯 我们是来抓信使的 你方才从水中取出河灯 是不是用来传递消息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别对小姐大声说话 是 温侯 你来回答我 这四卷是不是密信 将军看看不就知晓了 怎么说约要托 我家小姐天资国色 每逢上缘 中缘 中秋放核灯之际 都会有爱上无数痴情的男子 过来送这些河灯 我家小姐原本是不收的 可是又担心这些男子 无辜的骚扰当我们回家 所以就只好做做样子 现在船舱里面 已经有无数这样的河灯了 你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妾身对这些纠缠深为厌倦 本不想炮头露面 可是近几日 父亲身体有药 妾身思虑再三 就放了几支河灯 为父亲祈福 愿他身体涌箭 你父亲是谁 我家老爷是司徒王允 问候 这儿发现有密室的信 小姐 请问方明 貂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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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美 绝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再见 走 等等我 走 走喽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人 好 等我看一眼 就是他 这个老头子 天天在咱们家对面酒缝里孤酒 我观察他好几天了 他长山的口音中带着洛阳的口音 一看他就在洛阳呆过呀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今天早晨他穿着薄衣 隐约看到背上有刀疤 他 那怎么才能认定 他是我们师叔呢 如果过去冒然地问 只怕被怀疑是赌卓的探子 如果慢慢地认 只怕来不及了 这有什么的呀 直接撩他的衣服看有没有刀疤不就行了吗 一会儿呢 你就死看到苏衣 我呢 就撩他衣服 这肯定不同 别犹豫了 当断则断 你还犹豫什么呢 你再犹豫 青岗界就保不住了 你们 牛猫 牛猫 姑娘 牛猫 牛猫 姑娘 不要误会 牛猫 别asm 快走 不用了 快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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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点声 你先把棍子放下 你给我点声 爹 姑娘 你别哭 姑娘 对不起 别哭 姑娘 对不起 我们的姑娘 你 子龙 臭小子吃了熟悉的豹子胆敢欺负我家闺女 你误会啊 我没有挑起闺女 误会 误会 我明明亲眼看到你们欺负她 难道我眼瞎了不成 老先生你可算出现了 你不是天天在我家对面哭酒吗 是我们把她当成了你 还要跟你打招呼呢 要请你喝酒呢 臭小子 你还有这个好心啊 算了 今天就放过你们 下次别再缠着我家闺女了 快 喂 你们两个小子 我是说真的 没事 如果还有下次呢 那 她的掌力也太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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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手 跟我对极其相似 必定是我师叔无疑 可她为何不肯相认 东佛的手下会越逼越紧 那 我该怎么办 太师杀了反贼梦氏 住了内隐张温 为何还如此气恼啊 老夫整日为大恨操劳 这些狗贼却图蒙烦我 幸亏司徒王爷 几时同胞 都怪我拿不住护国神器 无法令天下服势 这一局我拿费 真的是没用 惊死我了 惊死我了 都怪海儿督促不力 我一定严令夏武警 公孙在 马上寻找青钢剑引天剑 给他们设定最后极限 否则 休怪老夫无情 明白 另外 我再挑选高手 协助他们 你打算派谁去啊 高则出身名门 武艺高超 剑法百步专扬 而且他自有熟读兵书 致记百出 可担此重任 高将军 咱们就此别过 你往东 我往北 咱们常山郡 会合 好 愿早日听到你们的捷报 告辞 找到了 找到了 说 周南 周南 被铁面下斩杀时 兵刃瞬间断为三级 唯有剑身 通体发黑 唯有剑身 发出悠悠的暗光 此时青钢剑确定无疑 周公 我立刻带人去真定线 太师和温侯嫌我们进展太慢 又派了一批高手 即日便可到达长山郡 咱们试得要抓紧 这批高手 名义上是来寻找补剑 其实是来监督 他们随时可以把握免之 压制洛阳问罪 甚至是 直接杀了 明日你带人 去真定线寻找保健 诺 大哥 今年幽州也汉 那共存在 能把两个事借给他们吧 这幽州最汉 还是 至少可以用布 和思佛 跟北方的互惑 以及显卑 交换方式 就算遇到大灾主 也不正于死太多年 可是我们永远想不得 再这样下去 再信 做事无几乎 你看 我与那伯格兄 红窗竖起来 我相信这次去 我小致情重之命 相信 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会把两头 建立 大伯不必有心 独身太守 在幽烟之地 所有生物 别经常运动 放显 他对大哥又有如此交情 要想 他不会拒绝 对 这三个人找的 不寻找 用的兵器也不是正腾锁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此去只为寻找两名神剑 就不要在此多生事的安排 那个长耳朵那家伙 身上背了两把剑 那是不是有天剑和青帮剑合并 这三个人续医去拿了非一般人当 先把他们放过去 跟上来 司机把这两把剑合到手 看不清楚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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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到火山烤一烤吧 多谢 让我来帮你拿兵器吧 放下 莫怀 实不相瞒 我们去官差 要追查一件 有关刀剑拿着它 误会了 还望三位鉴链 什么狗屁官差 蛮可怕怕 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救濟你 三弟 三弟 既然是误会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算了吧 我们要格外小心 这两天山贼和官兵轮番搜查 还好你俩没被发现 这样下去的话 师叔没有找到 先被官军和山贼抓住了 师叔他到底藏哪儿了 关键的问题是 咱们仨谁都没有见过师叔 就算他现在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我知道他是谁 主公 今天来的官差已经进程了 哦 这么快 是否带了兵器 十五六个人 均携带兵器 除了领头的是个相貌美貌的公子 其余的哥哥都长相魁梧 彪悍 不果人笑吗 看来他们是要向我下手啊 主公 咱们不能做一代弊啊 这样 你带的军事隐藏在偏听 若有变故 听我摔悲为好 贤婿 岳父大人 贤婿 没想到会是你啊 为了保密没提前通知岳父 真是失礼 没想到太师和温侯居然派你来长山 快去通知小姐 是 来 请 小姐 小姐 喜事 大喜事 什么喜事 你的未婚夫高则少将军已经到府上了 贤婿 请用茶 小姐怎么还不出来啊 你告诉他 这里没有外人 让他速到那趟来 快去催催 是 大人 岳父 我此次来的唐突 别吓着轻衣 不会的 你和轻衣从小一起长大 轻微竹马 就不要拘于这些虚礼了 主公 不好了 找遍了整个府里 可是都找不到小姐 是吗 小姐等等我 小姐 你慢点 我都快追不上你了 你不是追不上 是不想走吧 对了 我今天呀 悄悄的看过了 那个高则少将军 风度翩翩 英俊潇洒 可是小姐你 为什么不肯与他见面呀 当初我爹为了巴结前车记将军高寻 小时候给我们定下了婚约 这几年我心里一直有些变呢 另外 我跟高则从小一起长大 也算得上鸟小五猜 可恰恰因为我们过于熟悉 所以缺少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愫 让我见到我真不知在说什么 不太明白 对了 我们去哪儿啊 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背着我爹出来 近四处逛逛 然后去一个我爹肯定猜不到的地方 小姐 等等我呀 真是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这么任性 这回都怪我 是我来得太唐突了 轻衣肯定非常意外 她出去逛我也好 先虚啊 这次让你见笑了 等轻衣回来我一定好好地叫起她 别 您可千万别 否则我见了轻衣 可就解释不清楚了 我跟轻衣一起长大 她有点小任性 这也没什么 挺好的 先虚 你的胸襟让我都羡慕 公务要紧 我想明天就带人到真定县去 也好 我的不想潘鱼已经在那儿 正在城里仔细搜寻 吃饭了 快来 今天中秋节 虽然说这没有什么大鱼大肉 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吃点素也挺开心的 已经不错了 这好歹也是个节日 无酒不成席 我出去买点去 言诚 给你请 我这还有呢 走了 子龙 今天我之所以没有顾酒买肉 一是因为咱们最近情况特殊得省着点 第二就是怕我哥他喝多了误事 这段日子每天都吃素喝粥的 也难为他 也难为他 月子中了谁 出来 搜 我 给我搜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你们 大人 这有钱 干什么你 让你来找铁面侠 才懂老百姓的东西 跟我给你剁了 去 你叫什么名字 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 我叫柳晴儿 无父无母 家里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那为什么摆三副很快 哪儿 那个 今天不是中秋节吗 我想爹娘了 这个是我的 我 别动 你说你叫柳晴儿 我娘也小柳 这柳字我认识 这上半怎么没有啊 原来他不是字 是 晴儿 晴儿 晴儿从小命苦 无爹无娘 这盘味上供的 是晴儿一父义母 一父义母也死了 这么惨的 是 什么人 走回这儿 快过去援手 是 好啊 一定是鞋变侠 给我搜 外面一帮什么人 看到了钱都没有 这样才可怕呢 这就说明他们的目的只有子龙跟青刚剑 目前只是个开头 往后董卓派人队 只怕越来越厉害 咱们 只会越来越危险 这青刚剑 到底什么来路 还有这帮人 为什么死追逐我不放 逼死我爹娘的人 到底是谁 这些 我都义无所知 唯有找到师叔以后 才有可能弄个门 言诚 在河边 不是遇到个漂亮姑娘吗 我估计 你应该已经摸清楚 她家的位置了吧 子龙 你 不会是要跟我抢吧 咱俩可是生死发小 亲兄弟 你可不能 横到夺爱啊 这样 明天 咱们 就去找那个姑娘 什么漂亮姑娘 吃饭吧 这对父女并非是本地人 老头子叫李原定 平时以打猎为生 她的女儿呢 叫做李飞燕 不仅生的美 而且还会吟湿露目 真的是一个内外尽兽的好玩儿 你打听的 够详细的了 那当然了 我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把一件事情看得这么重要过 既然要做 就要有胜算 不是兵首长说过吗 说知己知彼 才能摆着不淡 咱们言成 也有这么用心的事 不过 这些 都是谎子 我也相信他 他就是咱们的师叔 可是要想跟他接近 必须投其所好 嗯 看到这个没有 这个是我这几天为他特意酿制的好酒 到时候把盖子一打开 我估计他什么事都会答应我们 这回还真下血本了 那当然了 我为了你 我两肋插刀 我都在所不辞 我看 你是为了有机会追求飞燕姑娘吧 干嘛把话说这么明白 弄懂我 倒挺不好意思 有人吗 有人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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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们 你们要干嘛 哎 姑娘姑娘 你先 你先把东西放下 别碰我 行行行行 我后退啊 你先别别 你听我 一看就不是好人 一看 哎 不是 我们哪不像好人呢 你先听 走啊 走啊 姑娘 行行行行 快走啊 我听你的啊 我们有话好说好不好 你先把武器放下 你把武器放下 姑娘 前面前面前面 你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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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